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你宝座前 有一道生命水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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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 在你宝座前 有一道生命水流 在你宝座前 有一道生命水流 自由流流在这里 在我的里面 生命水流 在我力面 生命水流水不停息 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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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灵默默 爱你 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赞美我们的神 祂真的是看顾保守 我们在今天的主日里面 这一个星期开始 我们就讲到属灵传承 今天要讲的就是属灵的国子 我们都知道 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圣灵在祂的生命里面 让我们看见圣灵教导 我们今天怎么说 祂跟门徒说 祂要离开这世上了 圣灵保卫师祂会来 祂来就是要给我们 有智慧 有聪明 怎么样带领我们 继续过基督徒的生命 上帝也知道我们软弱的肢体 很多时候靠我们自己 我们无法胜过一切的试探 胜过一切的罪恶 但圣灵来 祂来影响我们的生命 祂来带领我们的生命 叫我们能够在上帝的眼中 成为祂合用的器皿 约翰福音14章26节 但保卫师就是父因我的名 所要拆来的圣灵 祂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 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一切的话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 我们要赞美祢 谢谢祢让我们再一次 能够在祢的面前 领受祢丰盛的恩典 再一次领受上帝 祢给我们属天的玛纳 主啊向我们心里来说话 主啊将我们自己全然地交给祢 祢来高摩祢的识尼 也高摩我们每一个人在听的 无论现在在线上 所观看的 所收看的 在新加坡 在巴探 在彭亚赖 在巴探 甚至在丹庸彬亚赖的弟兄姐妹 他们都要领受神祢的话 今天祢有话要向我们来说 并且我们要得到招救 我们要得到更新 圣灵祢是我们的老师 祢帮助我们 让我们所有软弱的肢体 能够再一次重新得力 更新我们生命 直到我们能够 以呼召 以耶稣的生命相称 谢谢祢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圣灵传承 圣灵来就是透过我们的耶稣基督 祂说了 祂说圣灵来 祂来到我们生命里面是来做帮助的工作 耶稣的灵祂启示 第一点我们要讲到 耶稣的灵必指示我们 今天圣灵的工作是叫我们明白神的心意 以前我们不认识祂 我们只认识耶稣而已 但是我们认识耶稣之后 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 我们悔改 圣灵就在我们里面工作了 祂叫我们更懂得明白真理 我们不懂很多时候圣经的话语我们不懂 但是圣灵祂是我们的老师 祂能够来教导我们 使到我们能够明白 圣灵也能够在我们里面来安慰我们 祂也是我们的安慰师 很多时候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没有人能够安慰我 人的话语也是有限 也没有办法安慰我们 但圣灵来祂安慰我们 祂也是我们的辩护师 那些讲的在真理上有偏差的 圣灵来祂用真理使到我们得自由 使到我们得明白 祂也为我们代求 圣灵也常常为我们做代求的工作 叫我们想起圣经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就得自由 就得知放 约翰福音16章第8节说 祂既然来了 就是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什么是罪呢 圣经告诉我们 不信我们主耶稣基督罪已经定了 但你不相信祂是神的儿子 法利赛人就是这样 在圣经里面 法利赛人在等候 弥赛亚的来 弥赛亚是什么 弥赛亚就是救赎主 他们在等那位救赎主 能够带领他们 出罗巴帝国的政权 但是耶稣已经来了 他们不承认耶稣 他们不接受耶稣 他看清耶稣 因为耶稣他的出生 是在马头里面出生 并且他是在木匠家庭里面 他的身世 他的背景 看起来他们都不可以接纳 所以这些法利赛人 就瞧不起耶稣基督了 那什么是义 义就是我们跟我们的天父的关系和好 使到他所教导我们 我们不再重做 我们就不再犯罪 从我们的黑暗的国度里面走出来 进到光明里面 就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和好 既然他来了 就是为罪为义为审判 那审判又是什么 上帝要审判就是这世界的王 这世界的王是谁呢 法利赛人所相信这世界的王 就是魔鬼撒旦 魔鬼撒旦 他常常来做欺骗的工作 使得我们相信他的话语 我们歪曲了神的真理 神的真理要叫我们得自由 但是魔鬼撒旦来了 叫我们得捆绑 叫我们得惧怕 叫我们活在很多的这些罪恶当中 今天圣经告诉我们为审判 就是审判魔鬼撒旦 因为他所做的事情 都是来抵挡上帝的造主 我们都是上帝所造的 我们有上帝的属性 但是因为罪的关系 使得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不坏了 今天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使得我们得救 得救恩 然后进到他的圣洁的国度里面 当我们有圣灵引导我们的时候 我们求告他的名 今天我们求告耶稣基督的名字 就叫我们得益处了 今天我们祷告 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圣灵告诉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我们就得着上帝给我们的能力 我们越祷告我们就有越能力 当我们心灵里面越有能力的时候 我们知道真理就叫我们得自由 神的话语叫我们得自由 真理叫我们看见上帝的荣耀 心里面有常常被圣灵感动的人 当我们面对到一些事情 我们没有办法很有果效去服事的时候 圣灵在我们里面 他会赐给我们骨材 他会赐给我们口材 他会赐给我们一切的能力 叫我们这些软弱的肢体 没有能力的肢体 圣灵与我们同工 我们就看到我们里面的能力 就加强起来了 我们本不会祷告 但是圣灵他会说不出来的叹息 为我们带祷 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如此的重要 并且圣灵他是内住在我们里面 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说 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 神的灵就住在你里头吗 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 神住在我们里面 叫我们得着能力 叫我们得着他的真理 并且明白神的事 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节 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 因为圣灵参透万事 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 十一节 除了人里头的灵 谁知道人的事 就这样 除了神的灵 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耶稣告诉我们 他会告诉我们 他会教导我们 他会引导我们 因为是透过圣灵 今天他引导我们 他告诉门徒 你不要太忧心 因为十四章 他说 约翰福音十四章 他说 他要离开他们了 他要上十字架了 所以他叫门徒 吩咐门徒 不要太担心 不要太忧心 他说我会拆保卫师来 保卫师来 帮助我们 也不怕 也不疲 所受的灾害而害怕 他说不用去去怕 因为保卫师 会帮助你们怎么做的 因为那个时候 罗马兵兵要抓 跟随耶稣的人 所以那些有些门徒 跟随耶稣 他们带着去怕 所以耶稣也告诉他们 你不用去担心讲什么 今天 我们也不懂得怎么样传福音 我们也不懂怎么做 但是我相信 你透过祷告 圣灵会在我们里面 教导我们怎么说 怎么把福音传出来 传福音就是传扬耶稣基督 怎么样在你的生命里面改变 圣灵在我们里面 改变我们的生命 这个是最大的生命的见证 我相信在我们网路上的弟兄姐妹 我们每个人都有生命的见证 就说你的见证 让你的见证去影响更多的人 让这属灵的生命 能够结出水多的果子来 第二点 活出属灵神的生命 活出属神的生命 圣灵结的果子 我们从生命中 我们可以看到那个体现 改变我们的生命 有圣灵内住的人 他的生命一定是改变的 越活越像耶稣基督的形象 因为有耶稣基督天悲 有耶稣基督的爱 因为神就是爱 当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改变的时候 我们就越来越像耶稣基督 神就是爱 神的爱在我们里面 叫我们刚强起来 耶稣说 我会教导你们怎么说 今天他要告诉我们 将我们一切的事指教我们 什么事情呢 约翰福音14章26节说 但保卫十就是 父因我的名所拆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 想起我对你说的话 一切的事是什么事情呢 这一切的事是关乎你的生命 跟我的生命 还有敬迁的事情 我们怎么样跟随主的生命 彼得后书一章三节也说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 和敬迁的事赐给我们了 因我们认识 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 招我们的主 今天他将这些话 已经放在我们的圣经里面 今天我们要知道神的事情 我们一定要看圣经 要了解神的话 要明白神的话 要行出神的话 他就是爱 神他赐给我们他的话 赐给我们神的爱 叫我们所有得救信主的基督徒 要被圣灵常常充满 然后能够接触许多属灵的果子 今天我们讲属灵的果子 要怎么样得到属灵的果子 就是来认识耶稣基督 当我们悔改 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能够接触属灵的果子 也就是耶稣常说的 在我们里面一定要有爱 当我们有爱 我们就能够接触那属灵的果子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 如今长存有信 有望有爱 这三样其中最大的就是爱 最大的就是爱 我们知道我们有信心有盼望 但如果我们有很多的恩赐没有爱 也就是没有办法去造就 去影响更多的人 今天我们有爱 在我们生命里面生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爱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 圣灵所接出来的果子 有很多很多的种类 有悔改的果子 当我们悔改相信耶稣的时候 那悔改里面 就形成了这个果子出来 我们的生命已经离去黑暗 使得我们走在上帝的圣洁光中 使得我们多借果子 我们就能够荣耀上帝的名字 这个就是生命的果子 生命的果子渐渐的涨大 就显得我们里面真的有耶稣的同在 神与我们同在 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说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献祭给神 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 希伯来书的作者说 我们的口常常要赞美神 我们要荣耀神 我们要感谢神 我们不说消极的话 我们所说的话就是赞美上帝的话 我们称赞人 我们讲这些积极的话 今天我们的口中要结束 那属灵的果子就是要荣耀上帝的名字 将这些属灵的果子从我们生命里面活出来 圣灵在我们里面 这生命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是由里面生出来的 不是向恩赐 恩赐我们向神祈求 因为有需要 上帝就给我们恩赐 今天有人有需要 我们不懂得祷告 我们不懂得招待 我们不懂得怎么做 当你祷告的时候 神就给你那一个恩赐 怎么样去服侍他 那个叫做恩赐 但属灵的果子 要从我们里面才能够有属灵的美德 加拉太书5章22节说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 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洁 这样的事是没有律法禁止的 凡属耶稣基督的人 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私益 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我若是信靠圣灵得生 就当靠圣灵行事 属灵的果子是从我们里面生出来的 那些喜乐不是装出来的 外邦人也有喜乐 外邦人也有人爱 也有人爱 为什么我们基督徒 为什么这么不一样呢 因为我们有圣灵 圣灵在我们里面 那接出来的不是装做的 是属灵的果子 叫我们更加的忍耐 叫我们更加的温柔 不是靠我们肉体去做的 而是靠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的 当我们接着圣灵行事的时候 我们就得着圣灵的果子 加拉太书 保罗就教导加拉太的 这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 以前他们对服事 对真理非常认识的 可是为什么最近 他们却是对这些真理 开始用血气 用肉体去看整个事情 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 以前你们信徒都信得很好 为什么现在是这样 原来有一班 就是保罗以前所相信的犹太教 这一班人进到这个教会里面 他们信了耶稣 但是他们要用过去的教条 来教导现在的基督徒 所以当时的基督徒 听见了就很奇怪 为什么我要受隔离才能够得救呢 那些人的骄劳就是要对肉体 肉体才是敬迁的 他说肉体你手隔离才是圣洁的 今天不是用你的形式去得圣洁 今天用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们得圣洁 相信这话说 Amen 今天我们不是靠血气去得圣洁 不是靠你自己的力量得圣洁 今天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们得圣洁 我们得义 我们得诚义 今天保罗做了两个这样的一个比喻 他说一个是属肉体的 一个是属灵的 他说属肉体的 情义的事情显而易见 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说 情义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 就如奸淫 误会 邪当 拜偶像 邪术 仇恨 尊敬 忌恨 恼怒 接党 纷争 异端 忌妒 醉酒 荒宴等类 他说我从前告诉你们 保罗告诉加拉太的 这一个教会的人 他说我从前已经告诉你们了 我现在又要再告诉你们 行这样的事的人 必不能够承受神的国 所以两种人 一种人是靠肉体去行事的 所以行住肉体的事情 不能够承受神的国 因为魔鬼来 莫非偷窃杀害毁坏 他来就是叫我们抵挡真理 叫我们抵挡神 今天圣灵来进到我们里面 叫我们活出耶稣基督 以耶稣的形象相称 所以两个比喻 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 每一个人都要接触属灵的国子来 不要接触属肉体的国子来 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软弱了 快快来到耶稣的面前 我们祷告 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属灵的同伴 有时候魔鬼撒旦 封闭了我们的眼睛 看不见 当我们的属灵同伴 他看得见 看见我们什么时候会跌倒 看见我们什么时候已经离开神了 当他来教导我们 或者安慰我们 或者鼓励我们 快快地回转归向神 让我们接触 不是栽种肉体的国子 不是栽种情义的国子 我们接触来是属灵的国子 我们感谢神 那加给我们的力量 我们凡事都能够做 我们虽然有很多的软弱 我们做不到 但《斐利比书》四章十三节说 那靠着那加给我的力量 凡事都能够做 做神所喜悦的事 而不是做神不喜悦的事 不要乱乱用这段经文说 神加给我的力量我能够做 我告诉你千万别做 神不喜悦你的事情 违背神的真理的事 不要做 当我们做神所喜悦的事情的时候 从我们的荣光 从我们的生命 就可以看到 你这人有没有属灵的国子 那属灵的国子有很多种 从你这个基督徒外在 从你的言举行为 你常常是不是带着感恩 感谢神 你常常带着赞美 无论你遇到逆境顺境 你都是凡事感恩的 还是你一开口的时候 就是责备 或者埋怨 或者有很多消极的话语 我相信坐在这个荧幕上的 或者这网路前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能够接触圣灵 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国子 Amen 第三点 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 给我们彼此去造就的 彼此造就 来建造教会的 圣灵给我们能力 就是来见证耶稣基督 我们每个人都很熟这段经节 于是我们五旬中教会的人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 但圣灵将在我们身上 我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底 做耶稣基督的见证 圣灵给我们能力去做见证 当我们开始做见证的时候 弟兄姐妹 那是圣灵在你的里面给你能力的 他给我们能力就是 高举耶稣的名字 这就是我们属灵传承 接触水多的圣灵的果子 耶稣拆保卫斯来 使到我们生命的改变 活出属神的生命 来完成耶稣基督的使命 今天我们活在世上 我们活在世上 最重要的是 活出耶稣的那个生命出来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七节说 圣灵显在个人的身上 是教人得益处 这人蒙圣灵赐的智慧的言语 那人蒙这位圣灵赐的知识的言语 这就是恩赐 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 他不只是给我们生命的果子 也给我们不同的恩赐 让我们这些恩赐能够造就教会 而不是宣要 神他借着圣灵使到我们里面能力刚强起来 使到我们服侍更有果效 他给我们恩赐 但是保罗就说了 我们不要太炫耀我们自己的恩赐 不要太夸口自己的恩赐 所以保罗他说 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 有望有爱 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那个爱 今天我们是否抓到这个真理 要好好地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 来建造教会 当上帝给我们这个恩赐的时候 我们是否很有智慧地去用这个恩赐 还是像那个仆人这样 上帝给一个人五千两银子 两千两银子 一千两银子 五千赚的又五千 两千赚的又两千 一千两银子的 他把它埋在地底下 他不愿意去做 当他不愿意去做 当这个物主来收的时候 元主来收的时候 主人来收的时候 五千拿得出所赚的 两千拿得出他所赚的 一千就拿不出他所赚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用 当上帝给我们恩赐的时候 我们用 当用的时候 他知道我们不足 他会再加给你 再加给你 再加给你 若是我们用 我们炫耀我们自己的时候 我告诉你 连你有的 他也要拿去 给那些更有的 所以这一千两银子 他不用 他就把它的 就拿起来了 给那些所有的 他还要称赞那些所有的 你是有忠心 有良善的管家 我们盼望 我们有一天 回到天家的时候 我们的天父会告诉我 你是有忠心 有良善的管家 他所托福给我们 我们做到了 还是他所托福给我们的 我们轻看 轻看耶稣 他所托福给我们 耶稣今天托福给我们 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大使命 去 死万名 成为主耶稣的门徒 他说去 弟兄姐妹 他说去 去做什么 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 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 如果你听得到 你不去 圣灵已经感动了 你不去 我告诉你 下次圣灵不感动你了 因为既然感动你了 你都不动 那改天没有了 你的心就变成麻痹了 你这个人变成死了 虽然有敬虔的外表 每一个星期到教会里面聚会 但是你的心是死的 圣灵跟你说话 你都不动 那不动的时候 怎么办呢 等他来的时候 他要向我们说什么 马太福音25章29节说 因为凡有的 还要嫁给他 Amen 要嫁给你 叫他有余的 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 也要夺过来 把这无用的谱 丢在外面的黑暗里 在那里 必要哀哭切齿了 当他审判的时候就是这样 当耶稣来 在我们这棵树里面找果子 他说 哎呀 这棵树没有果子啊 排占土地 把他砍掉了 把他砍掉了 然后圆主说 暂时留他吧 暂时留他吧 因为这棵是五花果树 种在葡萄树里面 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 外邦人来的 圣帝他全选 这些以色列民 他们都是好像葡萄树 所以以色列我们也看到去过了 葡萄那些 这一个五花果树 都是结满的果子 因为圣帝都爱我们世人 所以现在就没有分 但是我们都懂了感恩 我们是外邦人 圣帝都拯救我们 都爱我们 我们都是罪人 圣帝都爱我们 今天他在我们生命里面找果子 他把我们放在葡萄树里面 也同享 同享 那一个圣帝给我们 那丰盛的恩典跟祝福 圣帝也将于给好人给歹人 但是我们这些 不配的 圣帝也仍然地给我们 今天 我们能不能够结果子 取决于你自己 今天圣灵感动你了 叫你去 不要 叫你去 你不动 我告诉你 那改天他来的时候 他说既然你不结果子 白占土地 那我们就要砍掉他了 要砍掉他了 圆主一直在为我们呼求 圆主是谁 圆主管缘的 他在为我们呼求 管缘的常常为我们祷告 巫师们常常围着会友来祷告 你家父母亲也常常围着 主啊 让我的孩子走回正道 主啊 你帮助我的家人 你帮助我的配偶 你帮助那些人 牧师也常常围着 所有的会友祷告 看到有一些会友 已经离开上帝了 我告诉你 牧师的心是非常伤心的 牧师要的就是羊群里面 回到羊圈里面 一起来服侍上帝 领受上帝 当我们领受上帝的爱 我们就能够接触更多的属灵果子来 我们就能够果实累累的 今天我们基督徒 我们在上帝的手中 上帝把我们从沼泽里面拉起来 救了起来 把我们放在葡萄园里面 给我们接丰盛的果子 当我们里面有圣灵同在的时候 我们的果子一定是累累的 我们是有喜乐有平安的 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接触来的 我们接触圣灵的果子来 我们是否能够影响到我们旁边的人 你旁边的人是否看到 这圣灵的传承传给你呢 我们要透过我们的生命 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 耶稣他离开 他说我会拆保卫师来 来教导我们当行的路 那一位知道我们 认识我们的那一位 他住在我们里面 他没有离开你 他住在你里面 神不只是与我们同在 他也内住在我们里面 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 耶稣的灵住在我们 叫我们活得更加的有意义 今天你的生命是否能够活出 像主耶稣的形象 这样如何谦卑 这样的喜乐 这样的愿意服侍的呢 我们相信在座的 今天你能够坐在视频前面 收看收听 我相信神的爱就进到你里面 神的话也进到你里面 圣灵的果子 耶稣的灵来指示我们 圣灵来指示我们 活出属神的生命 圣灵来进到我们里面 接触更多的属灵果子 圣灵在我们里面 使得我们能够彼此造就 建造教会 愿神的话也祝福给我们 这里今天的每一个人 无论你在哪里 在新加坡 在巴探 在巴都 在彭亚来 还是在丹庸平壤 我们相信神的话 是带着能力 一解开的时候 真理要叫我们每一个人得自由 我们都能够在上帝的面前 果实累累 让我们一起来祷干 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你的话 今天来造就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尤其圣灵保卫师 你在我们心里面 做奇妙的工作 你教导我们更认识真理 你教导我们当行的路 你教导我们要接受 更多的属灵果子来 主啊 我们祈求主啊 你让我们的生命里面 充满着上帝你的荣耀 主啊 虽然我们做不到 但是圣灵你内住里面 使到我们能够做得到 使到我们能够接触 更多的属灵果子 让我们学习谦卑 让我们学习遵守你的话语 让我们学习 怎么样的在你的面前 安静祷告 从圣经里面得着能力 因为你的话 就是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祝福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 愿主耶稣基督你的恩惠 天赋你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 与我们众人常同在 神的子民得享上帝的祝福 奉耶稣的名祷告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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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赞美主 相信大家透过刚才的正道 已经由所领受得着 被上帝的话语所造就 现在我们要收取今天的奉献 奉献对基督徒的信仰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让我们预备好自己的心 来奉献 亲爱的天父上帝 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赐给我们生活中 所需要的一切 我们要将你所赐给我们的一部分 线上奉献给你 愿你使用我们的奉献 来扩张你的国度 也祈求父神 你赐福于这些甘心乐意奉献的每位弟兄姐妹 我们如此祷告 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可以通过荧幕上的QR码来电子奉献 或可以将支票邮寄至我们教会办公室 有关更多奉献方式 可以查阅我们的网站 如果你想回应今天的信息 还是你想更多了解关于耶稣 你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站 Emmanuel.org.sg 或者是我们的Facebook Instagram 还是我们的祷告网站 来与我们联系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在线上 与我们一同的来崇拜 我们要提醒大家 下个星期我们仍旧是在线上崇拜 并且一同的来领受圣餐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我们下周见 上帝赐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